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6号 在墨尔斯比港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会谈 两国领导人积极评价中国同巴新传统友谊 规划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 一致决定建立中巴新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表示 感谢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人民 对我这次访问的热情隆重接待和欢迎 我们目睹了欢迎群众脸上洋溢的真挚笑容 感受到了他们友谊的热度 这是巴新人民对中国人民深厚情义的真实写照 也是多年来中巴新关系发展 中巴新合作成果的最好体现 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频繁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坚定支持巴新 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高度赞赏巴新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为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 双方决定建立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既是两国传统友好的体现 也将为双方进一步推进交往合作 注入强大动力 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奥尼尔表示 巴新人口不多 但巴新人民对习近平主席的欢迎热情十足 您的到访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巴新 对我们是重要的历史时刻 巴新同中国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发展强劲 巴新将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巴新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支持 中国医疗队对巴新偏远地区 劣迹防控的帮助 赞赏和支持中方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中国历史不出席 中国历史不出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